进攻重要 然后有些人认为 我觉得比赛开更重要 是 那我们还是看一下比赛 我们现在看一下比赛吧 我们第一场比赛的神兽已经是准备就胜 是 因为这个比赛其实小燕讲的对的 就是防守更容易赚费 对 因为你有公主塔的这个 就是攻击力的一个保障的话 你很容易去用一些更低的费用 去赚取一些更高的一些费用 是更适合那些防守反击的人 是 但是就比如你像这个大师赛时候 斯宴这个苏所讲的 有的时候进攻的时候 如果你能把一些节奏压制出来的话 也可以达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效果 就比如说现在特别用的特别多的 你说矿工这个套 对 如果对面 对 你比如说像这一波过去 矿工这一波跟上去 这个时候公主塔的一个射程 是在就是矿工身边 那后排的这个小皮卡跟苍蝇 都是能打出一定的输出的 对 那它那套就是一个三费苍蝇的位置 是非常好的 好 还有这边要还好 这边问题不大 这个位置下个有点慢嘛 是的 如果再快一点的话 小皮卡就能投合下来 对 那这边看 以瑞萨这边的一个防守 还是用公主 防守又有两个公主互射 但是以瑞萨这个公主 就还赚了一个哥布林 对 所以她这个公主就效率更高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这个卡组 其实还是镜像的 就两边的这个卡组 是完全模样的 这时候玫瑞其实稍微犹豫了一下 下牌稍微慢了一点 亏了一点的费用 但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是 它这个小皮卡下底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 一般这种快速的卡组 小皮卡还是越好 越快地进到对方的一个攻击范围内 还是越好的 是 这样的话 小闪互相还是要交的 是 好 那这边没有选择交 那其实这个小闪就可以 由于它这边没有交 小闪可以等一下 这些电动 这两个苍蝇的话 肯定会把这个小闪 一定是交给后面的 这个跟进的哥布林 因为哥布林的伤害 可能会更可观一点 那这边的反扑也是很不错 那这边如果是用苍蝇 来去 那这个哥布林 对 就会砍到两刀了 这个选择不是特别好 对 因为刚才其实明明手上 是捏着土炮的 更好的是用土炮去勾引一下 会更好一些 对 所以说这个玫瑞其实在选择 这个防守策略上 所以就比如说 前面小圆区问到 或者说防守跟中原 还是进攻更重要 如果进攻打出的节奏 让对面用 用错了防守的卡路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 对 它有非常大的 而且我们在遇到这种皮卡 加矿工的流派的时候 你手上一定要带一个 这个加龙炮去防守一个皮卡 因为这里我们很容易 把一个小费的单位 类似于哥布林这样的 地位单位给破掉 所以一旦破掉 一定要留土炮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 一座塔就非常轻松 就会也在这边拿下来 不会 就是我们两个专业节奏 对 要专业节奏 要敢预测 对不对 那其实在任何 镜像的套路之下 被先破一路的话 就很难再翻看 因为我们的镜像套路 不会有什么存在 什么我是迈雪的一个套路 是 因为非常熟 对对方的进攻模式 和自己的一些防守模式 都非常有一个了解 所以一般来讲 就不会有很大的 一个翻盘希望 而且这种被迫一路的 这种矿工套路 是一定要打自己健康的 那一路的 是 没错 因为你要换左路的话 会被中间截掉这些后援 所以说是对它非常不利的 是的 那我们也是给大家分析了 矿工套就不要进行分路 去分散回里 而是通过一路去打出 非常不错的优势 而且我们也是看到了 就是面对于这些 矿工加上皮卡的套路的时候 一定要留一手进行防守 特别是在这个刚刚当中 也是又再次开启了 皮卡的诅咒模式 所以刚才这个亚巴 有在这个你在问我说 怎么来去限制这一套 我脑子其实有想到说 可以带一下苍蝇海 来去克制一下这一套 就怎么说呢 就好像我之前跟你讲到的 苍蝇海的话 名胜用的是比较好的 是 就是在这个 名胜对亚洲精英 那个比赛的时候 它就是通过说 起手用公主或者采集器 把你的毒药片下来之后的话 那你手上如果说 公主在场上 然后手上就一发小电的时候的话 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把 苍蝇海一下全解掉 所以这个五飞苍蝇的话 更多的其实还是 引戴它的一个进攻性 因为五飞苍一张 这张卡的话 是注定是要进行亏费的 但是一旦它作为进攻方式 虽然很容易被对面解掉 但是一旦它打出 它的有效进攻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对方可能很可能会 被你斩落马下 这也是第一场 苍蝇海也是这两个人 用镜像的套路可以看出来 他们对对这套卡牌的 那个熟悉程度 苍蝇海确实对这套卡牌 就理解得更深刻 也是直接把玫瑰骑士 那个打败一场 是 而且我相信 这个苍蝇海后面的话 因为从相同的镜像的 一个卡组里面来去看的话 它的整体的一个进攻的 一个流畅性 可能会比玫瑰骑士 来得更好一些 那对于玫瑰骑士 后面手上还有一套 捏着房子加采集器的 一个慢速的卡组的话 那这个耶鲁萨这边的话 可能它的一个优势 会更大一些 对 所以我们也是 期待一下双方在线上 的卡组更换的 一个对战情况 接下来我们进入游戏 好 这两个人看起来 玫瑰骑士要打一套火枪 三火枪的套路 这套是之前 没有拿出来过的 那三火枪的话 其实对这种矿工套 还是有一定克制能力 但是被对方毒药 是 克制 但是如果在知道对面 就是在不知道对面 有这个三个火枪 把毒药去用掉的情况之下 可能三个火枪 配合这个巨人 就会打出非常好的手术 所以这个时候 就比较去看双方的 一个起手的一个卡组了 这个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就是卡组比较不错 对耶路上这边 比较有利的是 他手上起手没有毒药 然后他起手是一个矿工 那他没有选择去用 这个毒药解公主的这个余地 只能用矿工去剪 那这个时候 他的毒药是一直捏在手上的 如果这时候 胖子后面想要跟 这个三个火枪的话 他是一定会把这个毒药 但是这边这三个火枪 分得不错 非常非常好 还是把这个三个火枪的 一定的效果打出来 比如说他现在一个 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之中 这个会消耗到血量很多很多 是 比如说右边这边 就非常危险 刚才确实那个火枪 孔雀开平非常漂亮 就是中间那个火枪直接踩着河道 一个脚踏进河里 把他相当泡给点掉 水上飘 对 非常厉害 SSE这个 但是这边的话 可能工具要被解掉了 是 对 这边的话还是 耶路萨这个劣势比较大呀 看看他怎么能 这时候耶路萨他只能做一些 被动的一些防守 对面赶直接把工具 就贴合下来 去盛着他的血缘 最后 但是耶路萨这边的话 也不是没有机会 因为他整体的 这个矿工来讲 对面 这个还是没有 很好的一个 应对的一个方法 而且忌惮于对面的 一个矿工的话 你可以看到玫瑰骑士这边 他是不敢把自己的采集 对 采集都不下来 而这一波 如果三个火箱手下去的话 他一定是有准备的 会提前把一个毒药 去做一个 后排的一个 攻击去预判 对 这边也是两个火箱 那其实他最好选的 是一个火箱跟胖的后面 剩下两个火箱 再配合 哥布林或者是 其他单位进行进攻 是 但这一波 其实放在后面的 两个火箱 就是已经完全打不出 任何的一个伤害 但这边 其实你不要小看 这个跟单后排的一个 打到塔以后 只要再接一个键 就是嘛 所以现在主要是要 防止 玫瑰骑士这边的一个 矿工 但是因为第一波的 这个烈士之后的话 当然是这边确实 没有能够 源源不断的去进攻嘛 因为主要都用来防守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玫瑰骑士也是成功的通过 拿到了一个 对 拿到了一个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玫瑰骑士做的 这一个成果也是 比较正确的 就是通过这个 去后排的一个东西 先去把你后排的 这个火箱和这个公主 等等 但是这个胖子 实在是太壮了 太壮 一拳一拳 金壮 我会把它搂死 好 那这样的话 也是玫瑰骑士 拿下一城 搬回一局 其实在这张当中 我们是看到了 就是三个火箱手 真的好用在 就是他很容易出息不易 他在前期的时候 能够 如果你没有毒药 我就前期用来 分路配合一些 小单位进行消耗 如果知道你有毒药的话 我用这种采集器 或者说公主 去骗你的这个 一个毒药 然后打一个出其不易 所以也可以分一些思路 去用这个三个火箱 你三个火箱 如果说是前 一开始就是分路来去走的话 其实对于就是 整个一个毒药的使用来讲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限制的 因为像刚才 我们可以看到 耶路萨在去针对三个火箱的时候 他把就是毒药 跟两个火箱 其实一起去毒进去 而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比较赚了 但是因为 前面有胖子的这个存在 后面两个撕血的这个火箱 它还是必须要用小电去垫掉 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它其实也是用了六费 等于因为三个火箱 如果你按照九费来去除的话 其实也就是三费一个 对 那其实你这一波毒药的话 除了摩到塔的一线血的话 其实并没有一些 很大的一个优势了 这样子 那这边还是 可以看到这三个火箱手 对这个矿工套 这条也是比较克制 而且这六费也是没有 很好 没有一些单位去解掉对方的胖子 是的 但是赛场是可以换卡组 也可以换卡牌的 对 所以我们也是想一下 它这边其实一个火球 就可以解决三个火箱手 然后或者说是带一发大闪 那刚刚我们也是讨论到 大小闪的一个组合的话 现在天梯上配合猪 还是比较流行的 然后也能针对一下 现在这种矿工套的一个 这个采集器 包括刚刚的那个采集器 所以面对于这样的一个组合 我更建议它去带大闪 这一套我感觉 其实它不一定会带大闪 但是把毒药换成火球 或者怎么样 其实也差不多 它应该还是会保持 性价比更高一点 对对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进入到 双方的第三场比赛 我们去来看一下 甚至我感觉 它可能会用火箭 没错 它把自己的那套双船 去拿出来 因为其实火箭 如果去砸这个火枪的话 其实效果是跟 刚才毒药加小闪 是一样的 六飞换六飞 而且但是火箭 能砸的血就更多 要多好多了 但是有一点 就是如果对面 一旦知道你费用完的话 它很可能 就会再放这个火枪的手 那这时候 你再交一个火箭的话 会有点晚 看它这个三个火箭 怎么来去交了 好 那这三个火箭 直接把这个 毒药加小闪解掉以后 它这一波其实 肯定不会用导弹 是用一个黄人 去进行防守 然后诱入的话 只能让它去消耗 对 就是用黄猫去解 但是这个剑语的话 只解的功组 是比较亏的 是的 没有打到任何的其他单位 但是为了保稳 也没有办法 确实对方的公主的 这个作用实在太大了 打黄猫好爽 所以这个时候 看看玫瑰 其实会来做 怎样的一个应对 它应该还是会 把采集去进行中置 它现在在角落这边 那就是中了 这个油籽的招 中了一个666 它可能就会用 对方的火箭 就一眼不合 一发火箭过来 直接火箭 其实这个火箭 就肯定是转 所以说只要 不知道对方什么牌的时候 采集器一定要中置 肺上亏一肺 但是用一肺的这个 来去打到这个塔的 这个伤害 600多的血 那就是非常非常赞 这样的话 这个胖子下敌 后来要配三个火箭手 一起放吗 也知道对方 没有导弹了 看一下它这个会不会用三个火箱 一起去放 好 它就三个火箱 一起去放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这样一个交 就想赶紧刷出来 下面的那种 我公主吗 我就是在这边 它是说的一个选择 是把所有的 AOE直接一股脑的去交上去 尽可能再来去减少你火箱手的一个 输出的一个时间啊 对 但是这个火箱手 输出还是有点可观了 对 这一位 其实起到的效果 还不错 因为在这个时间段 如果说玫瑰机器这边 没有去跟进一些 小费的哥布林 或者头毛的 就是因为知道你AOE用完了嘛 对 然后没去跟进的话 那其实它这个效果 还是打出来的 所以看着这边 玫瑰机器有点小小的 细节上的输 他没有选择先下 那个长毛哥布林 他选择先下短刀哥布林 因为就先下长毛哥布林的时候 把闪电骗出来以后 短刀哥布林的效果 就比长毛快很多 是 这一波就看 这一波防守 还是要多三个公布单位 这所公布 对 肯定剑鱼 剑鱼还少骄 但是他选择用 黄严之云机进攻 那居然剑鱼能不能带 这个剑鱼非常漂亮 对 因为他知道对面的这个 就是小的哥布林 可能会留给他的 这个红架机了 对 所以这一手 这手对面再下三个火墙 这一手如果再去分三个火墙 那就完全把自己的引力 就一招来了 其实这火墙下到这儿之后 也是没有时间跑过去唱 对 那我们是看到 就这场当中 其实它是用 两波很巧妙的一个防守 然后再通过后期 双倍胜水的时间 配合这个 皇家巨人的一波反攻 这种不断的进攻 让对面三个火墙手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 使出手的 对 而且它中间有一发火箭 我记得是砸掉 两个火墙手 加一个兵法 然后这一波也是非常赚的 还有一个就是 用火箭去针对对面的采集器 对 没错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 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双方已经是 打成了一个这个2比1 应该是 2比1就再胜了 2比1就再胜了 就别一天一局 再胜一场的话 就直接到我们的胜者组 那个就决赛 就决赛 不是胜者组 是决赛的 就决赛当中了 那我们其实 两位有就是了解过 我们的一个双败赛制 那双败赛制的话 它就是 每个人就两次输的机会 其实这个还是 比较公平的一个办法 而目前的话 我们的KOF模式 也是在单场比赛当中 更加公平的 而且是输的一方 才能够换卡 那艾瑞克平时 那艾瑞克第一次打仗的 我们比赛的时候 也是KOF吧 没错 其实因为 其他的比赛形式 接触的也蛮多的 就好像我前面 再去讲到的 因为现在有些比赛的 它的一个组织能力 或者怎么样 相对比较弱一点的话 通常会选择波1 就是BO1的中心 是再去线上选 很可能卡牌 就容易克制到 对 打到后面的 像这种比赛的 它的一个偶然性 会相对来大一点 对 但是就是对于一些 就是比如说像CI和IGO 这样组织能力 比较强的一些比赛的话 它就会在一些 这个过程中间 就会采取KOF 以及双败的 这样一个形式 我个人觉得 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双败就好像 一开始我们去聊到的 说它的整个一个赛制 对于选手的一个发挥 其实是给予 更多的一个机会的 那并且KOF 以及它中间 可以去换一张卡牌的 这个赛制的话 又是比较灵活的 确实在这个赛制上的 一个选择方面来讲 我觉得这次IGAO 确实做得比较不错的 因为下周我自己要比赛了 我也好好想想 应该怎么来去用一下 确实如果来解说一场的话 就知道我们线上选手 在打比赛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因为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他们的一些回放的 然后对于一些卡牌调整 因为现在我们是 没有办法知道 就是说这些选手 调整了什么样的卡牌 但是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来 确实他们打的一般很少 就除了那种实力的 悬殊的情况之下 很少会出现一个这种 三比零的情况 基本上都是打的 有来有回的 而且套路和我们线下比赛的时候 又不一样 是的 没错 就是因为这个 它有一个临时换牌的话 可以非常的灵活 去针对一下 对方的一些卡组 是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一场比赛 也是同时呢 也是这个 它的最后一套卡牌 其实的最后一套卡牌 我们期待一下 他们的比赛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那套黄猫房子 我倒是觉得 我刚才很想说这话 那确实应该是它 没错 因为这个赛值 它是抱了三套卡组 是不能去替换的 刚才那一套 应该是把那个 就是胖子后面 跟女巫还是哪张牌 就换成了三个火枪 是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赛值 就是打一轮嘛 可以换的 明白 但是只是说 可能它这套 打的是最顺手 因为我相信 每个人肯定会把自己 最顺手的三套卡组 都一起去拿出来 去进行 轻易不要去 把自己决定 打得不错的卡组 但是这个 我们前面讲到的 说如果你只是用小店 去针对小苍蝇的话 那还是比较 训真的一种行为 这个皮卡等于就是 完全在这三个 小苍蝇的围攻之下 就更严肃掉去 这边有点 后面硬子还不错 但是这边呢 一发剑雨 还解掉了公主 非常的不错 这边的公主 虽然是个半血状态 还是要 还是要解 还是要解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有人算手伤子 他绝对不肯用黄毛 或者火箭 或者万箭去解 一个半血的公主 因为这里的话 是一个亏费的行为 如果去用一个 五费黄人的话 他这里还是照下 不误这个 一个七费的房子 然后会赚费 这个三费的小苍蝇 解这个黄毛房子 过来这些黄毛 还是非常舒适的 太爽了 然后再配合这边 这一波就能够 打掉这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房子 同时的话 这个小店是背面交的吧 是 他这里没刷出来 如果刷出来的话 可以把那个 后排的胳膊里 给垫掉 但这边那么大 这边小店是写的 前面这两个进攻单位 也是非常非常关键 知道 这边还是忌惮公主 在后排的 持续的输出能力 还是去把万箭 交给了这个 就是公主 但是这边公主 下了一个 刷出了万箭 如果再吓得早一点 这个苍蝇可以死得更快 问题不是特别大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会不会交黄毛 该交还是要交 其实这个费用 后面可能跟不太上 这边卡的时间也比较好 卡的正好一分钟 非常近 这有时候 其实这边 不用去交房子 来去针对一下 这个 可以交个 这个黄毛哥布林 勾引一下就可以了 勾引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我刚才也想说 他这里冰法的一个 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可以用冰法来配合 因为对面的小单位很多 如果你相配仓意的话 公主在后排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这个 这个剑鱼好好刷 这时候就剑鱼吧 剑鱼的话也是 很好的 别人的剑鱼都打出了 自己的效果 这边也把后排 这个公主去扫掉 其实这边的这个 矿工下的稍微有点慢 没有替小皮卡 急伤害 虽然小皮卡 只有一点点血量 对 但是其中 还很有机会 现在虽然场面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是每个技术优势 因为费用上而言的话 这个 这个其实这边 其实还是赚了不少费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尤利萨这边 有一手火箭的展开 因为打到后排的话 前期如果 被人赚的再多 如果没有展开的话 其实这个 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尤利萨 其实已经慢慢地 想去通过一些 魔王学之后的 一些手段 然后去把自己的火箭 拉到自己 一个展开的一个 这个现场去 然后这边是 一炮 一个甩鞠 这个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这个正好是把 这边 这个剑雨 很大的失误 他应该是想一下 郭布林 下错了 直到推荐没有剑雨之后 才把工作安全 这样子的话 这一局的话 可能 在这边的声明 会更大一点 两个导弹直接带走 他现在可以把 现在先防守 把自己的事 攒起来以后 他现在没有防的 可以显得 下黄斋鞠 到时候 他只要开两炮 一个导弹就带走了 对他这边肯定还是说 一定是用一把火箭来带走 对 因为如果说 直接两发火箭的话 他中间一个增空器 他只能有办法 做一个很好 迷队的 所以现在的话 也包括他已经在 不断的用剑雨 跟小闪去磨对面 卡的这个血量 这个冰法也磨到了 那这个就进展杀线了 这一下的话 这些 再打得也非常漂亮 但这样的话也是 恭喜到 这个野如萨 来成功进行 到我们决策当中 三比一的一个比分 其实我们看到 在剧场当中的话 就是野如萨 他的一个 一些防守配合很好 因为一旦 虽然说对面 对面也是有采集器的 是 下完一波之后 知道 下完一波之后 两波之后 就有采集器的 攻击 一波之后 就是 对面 一波之后 没有让你 一波之后 就一波之后 一波之后 二波之后 就一波之后 就一波之后 一波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